当医生宣布一名病患进入临终状态 通常意味着他还剩下三到六个月的时间 但有些时候临终看护也可能是一场持续数年的漫长告别 我爸爸这种情况已经拖了很多年了 其实这个不是第一次的情形 甚至五年前 那个医院也跟我讲了 你带他回家 不要浪费金钱 不要浪费的时间 带他回家 不用看医生 我有事没有办法吗 对不对 就带回来咯 46年前 来自英国的船长约翰收养了21岁的曾瑞和 1999年约翰患上大肠癌 曾瑞和从此退休照顾养父 2011年约翰又患上失智症 直到2016年 医生正式宣布无药可救 过来五年 这个一样的问题又在发生 已经是末期了 医生就跟两生有希望 你回家准备 他那时候是在那个神龙医院 住了三个月 所以最后我们决定说跟他回家 就是说那时候刚刚好 在圣诞节以前 所以我希望我会带我爸爸回家 过圣诞 他回来的时候 蛮辛苦的 因为他是用水管去进食的 就是说每天要做很多东西 来照顾这个男人家 每天晚上我就是半醒半睡 他是用头呼吸 他的口脏的很大 他是这样的 很大声的 有时候是没有声音 没有声音的话 我就怕了 他还好吗 他还有呼吸吗 所以我就会很快去看着他 摸他一下 摸他头一下 他会有没有反应 所以我觉得我会比较安心一点 就是睡不下嘛 这些都是我的责任 约翰剩下的时间不多 还能为他做点什么 是曾瑞和一直在考虑的问题 因为他们两位都很喜欢大自然 都对树木花草都有很大的爱心 之前我就问他说 如果真的我们能够做一个郊游的话 那我们要不要去卡登拜德贝 所以于确也是说 也可以啊 我们就跟其他的社区服务者就商量一下 来进行这个活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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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那边吧 啊 你看到那边吧 你喜欢啦 啊 好,現在大家看見他們,看攝影 有很多角色的角色 很漂亮,對嗎? 現在中間出現 约翰89岁生日刚过一周 爱心团体还为他准备了 另一个惊喜 一 二 三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Uncle John Happy birthday to you Can you blow the candle,John? Let us ask all of us a blow for you,okay? Okay,one,two,three 既然他有那个四肢症 但是我觉得他心里面会感觉到 就是那种眼泪不是痛苦的眼泪 那种眼泪是感恩的眼泪 在6月30号他要走那一天 本来是我要出门的 当我要出门的时候 刚才那个护士跟那个医工 来看我爸爸 他本来护士很辛苦 所以那个护士把他扶上来 扶上来的时候他就很 好像很轻松这样 那个护士再继续检验他 我爸爸就是 他就走了 那个 对我来讲啊 我真的是很感动 因为我这个老爸 他很担心我 可能会我会崩溃 我在挣扎的时候 我知道我一定会崩溃的 我会受不了的 但是他应该是知道了 我要好好的走 平安的走 没有痛苦的走 因为这就不会很伤心 那啊 音乐 κ 坚持 这个猙胞可以吗 因为这个当猙胞啊 她陪她很多年了 还可以了 我这个竟然跟他 赛百赛方 我给别人 而且这个 她最爱的 这个是我做给他的 他的煎栉 我不放 我拿出去的 你要整个煎栉吗 我就这样 让他收起来会比较好 可以 没问题 有这个铁可以吗 可以 没问题 可以吗 你有好放吗 Uncle John 这些都是你最喜欢的 好吗 我会给你这些 我希望你会享受 好吗 John 你喜欢的孩子 那些鱼 那些最喜欢的衣服 好吗 Uncle John 你记得这些 你一直在46年 这是一个衣服的衣服 我做的衣服 给你46年以前 我希望你喜欢它 你把我招开 你记得吗 我现在很开心 你吗 我很开心 你会去一个好处的地方 John 我爱你 我爱你 那天晚上我睡不着 不是凡来夫妻就睡不着 好像那个声音不见了 好像我在另一个地方 所以我觉得我暂时离开一下 修养我的心情 我会来的时候 我会自己坚强 所以我已经经历过23年的看护者的责任 经验 我已经是答应我自己 我要就是跟他们分享 我看护者的经验 就给他们多点鼓励 给他们多一点支持 这个是我的愿望 我要做的 是 给我一声 你快乐 你够觉得吗 你会听到这首歌 是啊 好 你会干吗 你会干吗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